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膠帶給它分遠一點 然後把這個地方用小一點 之後呢來大家看一下金子朝下 然後我們這個膠帶面對我 因為我是放天真底框的人 所以這個膠帶面對我 然後我們斜斜的放下去之後 再把這個底框拉開拉到最大 然後呢 把它斜斜的放進去之後 對準我們剛才塗到膠水的地方 這樣子鐵絲就是在我的對面 跟我的左右兩邊 之後呢從我的正起對面這邊 遇到這個鐵絲直接把紙往下壓破沒關係 然後就是把我的對面開始 把這個天真底框往下凹 然後再從我的左右兩邊 接下來呢才是我這邊 好 那都凹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紙全部都往下凹 好 那凹下去之後呢 我們互相的檢查一下 有沒有哪裡能好到 好到 那怎麼沒有 那怎麼不會幫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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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 好那借我一下 好 現在呢 我們底框都黏好了 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看這個天真能不能平安的飛上去 我們就這樣 往前面撈起來 然後讓它通通的慢慢的放在地上 好 這樣子 還不算成功 還符合兩個條件才算成功 第一個 這個天真可以平安的站五秒以上 第二個 這個天真呢 沒有任何的破洞 好 只要沒有破洞 又可以平安的站五秒以上 然後呢 今天又沒有下雨 也沒有風 那這個天真 應該就沒有問題 可以放得上去 好 好 那請大家也沒有 那個天真到時候 有年的時候有任何的狀況 都歡迎大家 馬上來問我們 好 那現在呢 請每一桌 來前面的人 每一桌 好 一樣 一桌的人 找我拿一個這個天真的底框回去哦 謝謝